请宗主和各位长老准我认祖归宗 可笑 就冲你父亲所作所为 也别想回归宗门 父亲有错 牵连宗门 我已向您赔礼 但是 您之前话语乳鸡家母了 我却必须逃过一个公道 你藐视本宗 宗门不会就此罢休 不知我现在 可否向七长老您发起挑战了 当年唐昊脱离宗门 带走了宗门的两大魂骨 此次他命唐三前来认祖归宗 也让唐三将这两块魂骨带了回来 我想这也足以证明 他心中的回忆了 从活人身上取消魂骨 毕竟 是老宗主的儿子 看来他并没有忘记宗门 这两块魂骨都是宗门至宝 就由各位长老保存吧 等今后确定了下任宗主继承者 或是对宗门有杰出贡献者 再授予这两块魂骨 同样的山崖 同样是受唐行的账炮逼迫 没想到重活了一世 还是逃不过一样的宿命 但这一世 我会握住自己的命运 七长老 离开两山之间者为父 如何 白行老七 封号领装 封号斗罗 浩天宗不是一门双斗罗吗 我们兄弟必关苦修二十载 自然都已接连突破 怎么 怕了 不 很荣幸挑战您 猎羊斗罗 唐三 五十九级控制系战魂王 宗主早就知道 他有外富魂骨 这是他的三块魂骨之一 三块 可真是个小怪 十年之后 一带天骄 小心了 杀神礼 面对封号斗罗 任何人都不得不全力以赴 第三魂祭 号日烈阳 能够明显的感受到浩天宗的力量再增强 此时绝不能硬变 面对封号堕落不见的攻击 我也没办法一直坚持 必须要踏破眼前的将军 让我赢你的意识 我赢你走 当不是呢 可他身为我们的儿子 有些事情是不得不去面对的 第一关键缠绕 第三魂技 猪王束缚 兰衣领域 猪王不但无法束缚到我 还会被铁锁桥倒下 好巧妙的手法 魂技与暗器收缴的结合 身体变重了 难道是重力控制 第六魂技 魂分身 这下七张傲施展在浩天锤上的任何魂技 将会有双倍的攻击力 第五魂技 重力控制 不好 好 第二魂技追魂控制 好快 蓝炎领域 杀神领域 不仅是魂技 还有实战经验的差距 躺散根本抵不住 这人的对手 可要好好较量一下鬼影弥足 好 好小子 让老七连目标也无法锁定 这样 再强大的攻击都是徒劳啊 被我的浩天锤压制成那样 居然能巧妙闪过 还没有一丝平台 七经八脉打通后 身体的恢复速度变得更快 老七的魂力调动五应一超四成 是起了好伤心吗 毕竟唐三已带给浩天宗太多惊喜 第七魂技是质的跨越 第七魂技是质的跨越 意味着小三 需要面对两个气魂之神 这种情况下 他不可能撑得住七长老的攻击 七长老不仅有魂技的优势 魂力的优势更是大 所出的死成力是源源不断的 根本不怕幸好而活 第七魂技 七长老 小子要认输了吧 也好 道士只要表示自己多调动了些魂力 这样既显示了实力 也达成了二长老平手的意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死去神光 不好 第七魂印 第七魂陣神 出于意外下的本能防卫 七长老一时释出了全部魂力 结束了 找鬼 第五魂陣 来人霸王枪 第五魂陣不若金汤 哼 妖诚小技 蓝银领域 在这个能量中 我竟动不了 小孙 大波 我没事 您放心好了 好弟 你真是调教出了一个小怪物啊 小三 你没事吧 好 好 好 气魂陣神 被蓝银霸王枪削弱 那小子呢 不会被我轰碎了吧 这小子怎么上来的 宗主 你救他 他自己上来的 不可能 在我的气魂陣神全力轰击下 他不死也要脱层皮 接受现实吧 我们都看着呢 如果我猜的不错 他还有个能够飞行的技能 在和你的对抗中并没有用处 可是 住口 你在和他比试的过程中 违背了之前的约定 这场比试 你已经输了 怎么回事 我的魂陣被强行切断了 是一位蓝银霸王枪碎裂时产生的领域场 不妙 我得尽快摆脱僵之状态 愿赌服输 我既然输了 答应他的事就要做到 大家都散了吧 各自修炼去 是 是 月华 你可以去准备认祖归宗的仪式了 多谢各位长老成全 不是我们成全 是他自己成全了自己 我还从未见过如此出色的年轻人 只是希望他今后不要走上歪路 不要像他父亲那样 那些人哪里有没有人 没有人 没人 那些人哪一天 我会不会去哪里 成熟 我不同意 现在看来 我们应该继续阴忍一段时间 因为小三 昊天宗需要一位能够带领宗门开拓进取的领路人 我们老了 你也渐渐老了 但这孩子却不同 如此天才 我们绝不能因为宗门的提前崛起而忽略了他 他需要历练和培养 宗门隐藏于暗处 才能更有效地培养他 二叔 您对当初好地的事不介意了 不 还记得我之前说的三个条件吗 这孩子如果能够完成这三件事 就证明他有作为你继承人的资格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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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